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OK Chapter 3 Differentiation 好 那這個章節裡頭 我們會學很多的東西 第一個 所要學的是Derivative 那怎麼樣進入到Derivative 事實上是從一個問題開始想起 好 假設我給你一個函數 好 那我還是一樣 從它的圖形開始想起 我隨便把它圖形畫出來 假設這是我的圖形 y等於f of x 好 隨便拿一個點 這個點叫做x OK 假設它在我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在這個點有定義 OK 這個 所以這個點是xf of x 它是它上面的一個圖形 好 現在的問題來了 好 所以 我的問題是 我的問題是 好 我在這函兔的圖形上找一個點 s f of x 因為這個點可以是圖形上那一點 所以我就不寫c f of c 就直接用s f of x 好 那我的問題是 如何我給你一個函數 OK 畫不畫圖取決於你 OK 那我把畫圖畫出來 我想問如何找 好 這個函數在這個點上的切線 how to find the tangent lin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graph 這個圖形的切線 只有圖形才有切線 函數沒有切線 the graph of the function 那graph是誰 那圖形是函數的 所以英文都是用倒裝 我們中文就直接說函數的圖形 y等 f of x 然後呢 這個圖形有很多點 然後你的切線呢 有好多點 所以at 在哪裡是寫在最後 x f of x 在這個點 OK 中文呢 它的解說就是 我在這個圖形上找一個點叫 s f of x 我想問你如何在這個點 這個函數的圖形 在這個點上找它的切線 這是一個數學的問題 然後要你把答案給出來 告訴我如何找到 該點圖形上的切線 那這個問題呢 跟你在哪一點沒有關係 所以事實上是 每一點的切線我如何找 好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研究這個維芬的一個 它的題目的出處 好 請問你 切線大家懂 彈塑圖形懂 好 這個問題supposedly 應該不是一個 需要解釋的問題 好 如何找切線 好 大家就說我會畫切線 那你就這樣子吧 就這一點 喔 它的切線就是這樣 好 這是我的切線 好 但是人家問你如何找切線 我就畫給你看 如何找切線 就這樣畫 這樣畫是怎麼畫 不是答案 這樣畫是怎麼畫 OK 所以呢 你如何找切線 這樣畫 那個不是一個真正的 你不能跟電腦講 你就這樣做 電腦不會做 OK 所以呢 你必須要把 這樣做的電腦程式寫出來 電腦才會做 你不能跟電話 電腦講一句話 你就這樣畫 電腦不會做 OK 同樣道理 我叫你找切線 你說你就這樣畫 那是什麼樣的答案 那不是答案 OK 好 所以呢 如何找切線 所有人的經驗都說我會畫 但是問題是常常畫 畫壞 變成 割線 所以事實上呢 我一定會畫割 割線 那割線是能夠講出來的 為什麼 割線是什麼 割線是什麼叫割線 就在圖形上取 任何兩點的連線 兩點給是連線一定給 OK 所以呢 可是呢現在 所以現在呢 你經驗上告訴我 切線一不小心就畫成割線 然後呢 你現在割線是由圖形上的兩點所決 決定 然後因為你是要找這一點的切線 所以割線找兩點的時候 有一點會被固定 那一點就是所求的 切線那一點固定 所以我只要再找另外一個點對吧 然後圖形上的一個點 事實上是來自於定義上 先給一個 點 圖形上有一點定義上 一定有一個點跟它對應 然後呢 所以我要講這個點 有X座標跟Y座標 但是因為這是函數的圖形 所以這個兩個位置 事實上只要X的位置決定 Y的位置就決 決定 就算你要決定函數值 一定是從字變數所決定的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需要再找一個點 OK 對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知道描述這個點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用函數的變數 一個是用跟該點的差距 在這個地方我們用的是差距 所以我把 X現在是我考慮的固定點對吧 所以我以它為 那個測量的中心 我考慮跟它的差距 差距有正 有負 對應到它的左邊跟 右邊 所以我令它的差距為H 我隨便畫 所以這個點就變成是 S加H 在圖形上的點就是S加H 還有 F S加H 對吧 好 這個時候呢 割線 則這兩點決定的割線是什麼 E E S加H F 所以只要你S座標定了 你Y座標是跟著寫的 由這兩點決定的 的割線 OK 那你就很容易在圖形上呢 你就是這兩點決定的割線 所以你就把它畫出來 OK 你去看 去看 那個去看這兩點決定的割線 手決定的割線 好 那藍色是我的割線 但是割線不是切 切線 但是我要求切線 可是我從鶴線開始畫起 好 如何得到切線 你如何得到切線 你如何得到切線 從重新來想 你如何得到切線 如何得到切線 你就是考慮讓 這個點 你第二點 考慮的點 往 S靠 靠近 往S靠近 也就是你讓 它的差值 變小 也就是靠近 0 所以當你在考慮這點的時候 它的割線 所以呢 你割線是一定畫出來 因為兩點決定 另一條線 那條線是寫得出來的 OK 所以呢 你會發現 切線 事實上是 所以 所以當 這個 HB 到 0 10 這個時候 此切線 會幹嘛 不對 此 割線 它會 會 它會 逼 近 切線 因此 切線 事實上是割線的 極線 在哪裡的極線 在兩點 那個差距 HB 到 0 10 這個是一個 你從圖形上一定可以認知的一個 一個地方 故 OK 切線 是割線的極線 割線 割線在動對吧 為什麼割線在動 因為你取的那個點 第二個點 一直在 動 對吧 有一個點 S是不動的對吧 誰在動 S加H在 在動 OK 是割線的 極線 然後 誰的極線 使這個 HB到 0 各位同學你要嘗試回答我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是在檢驗裡 到底是有沒有真懂 還是只是在 聽 還是只是在 寫 但是你寫的時候還是可以回答問題 你耳朵還是有聽到不是嗎 你並不是只是在看黑板對吧 OK 你是在學還是在看黑板 OK SB到 0 SHB到 0 因為你回答出來那就表示說你剛剛聽到你寫的是在你掌控之下 你不是只是像一個機器人在那邊寫而已 OK 這有一點差別的 總之你就問問那些公公好的同學他到底怎麼樣弄好的 他你看他好像沒花什麼時間 可是玩也玩 成績也很高 OK 跟你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他非常積極參與課堂上 就只是這個差別而已 OK 然後他把所有的筆記該寫的都寫 他一邊寫一邊練 一邊聽 他只是做這個事 他跟你一樣都花同樣時間在課堂上而已 他只差這裡 好 對吧 所以呢 事實上呢我就去考慮 給我一個點 我把兩條線畫出來 然後我取他的極線 可是呢你會發現 嗯 割線是一整條 線 你求他的極線 那極線的極線是一條 線 好控制嗎 不是很好控制 所以既然如此我們就會發現 雖然呢 就這個方式來講 我只要去把割線算出來 然後讓他求極線 我一定應該 如果極線存在 應該可以拿到 找到割 找到切 線 可是這工期牽涉到有無限多點 所以這個控制手法 你發現可想馬上可行 可是他的數學建模上寫出來 有一點難 難寫 因為寫出來是一個equation 直線的equation 求極 極線 那equation求極線是什麼 我不太想想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換一個方式 好吧 嗯 你如何能夠描述 所以就先到那個 我如何描述割線 ok 那你會發現 因為呢 你現在的割線 雖然是兩點所決定 但有一個點一直固定 不 不動 就是xf of x ok 所以呢 事實上 竟然如此 過這一點的割線 事實上一對應於他的斜 綠 而斜綠是一個 數 切線是一條 線 你說線好還是數好 數好 因為從過去基於我們知道 線 你顧第一點 線跟斜綠是一一對 硬 竟然如此 你要求線的 極線 就可以考慮從 那個割線的斜綠的 極線 ok 有點斜式可以支 固定一個點 對吧 點斜式可以支 線跟斜綠是一一對 硬 所以我身上沒有離開這個問題 可是我發現 你要描述線 寫出來是一個方程式 一圓一次多像式 ok 那這時候你對他求極線 感覺上困難 ok 可是你又發現你是固定一個點 線跟斜綠是一一對 對 硬 所以既然如此 我不妨考慮成 割線的斜綠 所以我去考慮斜綠的極 極線 好 所以同學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考慮 改成考慮 割線的斜綠 好割線的斜綠 好 那請問你 好 這條直線改成割線的斜綠 然後割線的斜綠 等於多少 這個割線過哪兩點 不對啊 你知道那兩點不是嗎 那兩點的斜綠是多少 那就是Y差值除上 X差值 所以第一個Y差值是 F 一個點是X一個點是 X加 X加 X加H 應該是當成第二點 對吧 這是第二點的Y 差值減掉第一點的Y 差值在除上 這兩個人的差值 這條差值多少 H 你剛本來就是用 當然你可以說 X加H-H 但是你別忘了 這兩個當初就是用X值來表 是 所以這邊是 H 好 所以呢 你現在本來是考慮割線的斜綠 的極線 現在只要考慮割線的斜綠的極線 所以後來你就是 變成考慮 這個的極線 這個是一個數 這個數隨著 H的改變而 改變 所以我考慮這個數 H讓這個極線B到 0 所以就是考慮這個數 這個極線要不存在 要不 不存在 不存在 G沒有什麼好想的 我就是要考慮 如果你承認切線是割線的極線 可是切線不容易描述 然後呢 他的極線也是一條線 線有一千多點 五樣多點 所以你要講線 他有太多點 不容易描述 可是線跟斜綠是 以 一樣的 所以我考慮成他的斜綠 你只要在想法上 可以就好 那這是他的斜綠 OK 然後呢你就發現 然後我說我就要考慮斜綠的極 線 就是這樣 這是他的斜綠 割線的斜綠的極 極線 好 極線一定會存在嗎 不一定 好 所以這個東西有 存在跟不 存在 如果存在 那這個 這個結果會是一個數對吧 因為每個都是個數 這個數就是割線 就是切線的 斜綠 那請問你切線知道了沒 知道了 知道了 過那一點 以這個數為 斜綠的直線 點斜字下去 那個切線出來 好 休息一下 By the way 那個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你們 OK 你們去看一看 然後那個 那個信裡頭有 那個 考試的 相關事宜 OK 所以你們自己看 好剛剛我們考 我們考慮的 我們講到 我們考慮的 在該點 割線的 斜綠的極線 然後呢 這個 這個一個極限 它 當你考慮任何東西的極限的時候 它可以存在 可以 不 存在 OK 所以當它 當這個東西存在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函數在該點 可 為 所以這是它定義的 付出 所以定義 這個函數呢 OK OK We say that 這個 考慮的這個函數 那當然這個一般講 它只會說F OK 那實際上的時候是 我們會告訴你這函數是什麼 所以你就要去算它 那現在是因為這個是 對所有函數來講 所以當然呢 我只會告訴你函數 那具體例子就是 函數多少 你給我 OK 怎麼樣的函數 那你就帶進去算 所以這個是一個 概括性的一個 理論性上的一個出處 實際上在處理的時候 就是給定的函數 所以anyway 當呢 不管你是對哪一個函數來講 當呢 該函數在該點 割線的寫率極限存在的時候 我們用的數學上的專有名詞 就是它是可為 F呢 We say that F is differentiable 我們說它是可為的 Differentiable是它真正的英文 所以你要會寫這個字 OK 而不是只是嘴巴會戀可為 那還不夠 在這一點 在s這一點 因為一開始我們考慮的函數是x 一開始考慮的函數是f 如果我用g 我這時候就要寫成g了 OK 那如果那個點叫做s0 那我這個時候就要寫成s0 如果一開始寫的點是c 我這邊就要寫成c anyway 這個東西是Differentiable 在這一點 大一般來講都是用x OK 剛剛已經說過 什麼時候你會說這個函數在該點可為 什麼時候你說 那個東西 你不能講這個東西 口語化 那個東西是什麼 在 該點 割線的極限存在 OK 然後有一個limit h b到0 好 這是割線的寫率 對吧 好 哪兩點 一個是x一個點是x加 h 割線怎麼算 y差值除上s差值 所以上面是 這兩點的y的函數差值除上s差值對吧 多少 多少 念 f of 這個東西事實上意念上都告訴你 你就是會寫成它對吧 所以這個東西你要從意念開始去 去想f 請念 f of h 減掉 f of x 除上h 然後你對它求 極限 那如果它 算出來結果 如果它存在的時候exists 那我就說這個函數叫 這個函數就叫做它在 該點 可為 好 念它的英文 請念一次 這個定義 這是定義 標準定義 如果 we say exists 那口語就是在該點的割線的寫率 存在 寫的時候寫 limit hb到0 f of x 加h-f of x 除上h 可是你不會唸出這個 唸這個太難唸 就是割線的寫率到極限 如果你沒唸極限 你這個limit就不會寫了 你就不求極限 OK 那就沒有什麼存不存在的問題 所以割線的寫率的極限 這個是很長的一個口語 OK 然後你寫的時候寫這個 好 這是 那 這是對函數來講 如果這個極限存在 這函數就叫在該點可 可為 那 如果這個極限 if the limit 如果這個極限 存在的話 OK it is called the derivative of這個f 在該點 at x 所以 好 下面這文字 請問你 他在說什麼 如果 如果 極限 存在 他 他是誰 他是那個極限 就被稱為 什麼 該函數在 該點的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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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寫出導數 你會寫出the derivative 所以呢 意思是說 這個地方他定義了很多 對吧 OK 如果這個極限存在 該函數稱為 你剛剛才唸過 該函數稱為 在該點 你看 你只是抄 你看 馬上問你 你講不出來 所以你真的接進去了嗎 這就是問你你的效率 你的效率很有問題 所以你回去要再唸第二遍 然後你第一遍沒效率 你第二遍會有效率嗎 不會 因為那是態度問題 你的第三遍會有效率嗎 如果有效率 第一遍就有效率了 為什麼還要到第二遍 為什麼還要到第三遍 OK 所以你第一遍如果沒效率 你第二遍不會有什麼效率 第三遍也不會有什麼效率 助力你這輩子 每次都要唸四五遍 好 哪有時間唸書 哪有時間玩 玩跟唸書絕對是衝突 OK 如果你第一遍唸了 剛剛我一問你回答 我真的接下來 OK 你就不是需要第二遍的人 你就不是需要第三遍的人 各位同學 改變你自己的唸書態度吧 OK 既然都已經聽了 為什麼不讓它留在你的腦子裡呢 為什麼是聽了像流水一樣的流過去 把它當成就像漫畫書吧 看完就記得 聽過就記得 OK 就是這樣 這只是一個態度 可是這個態度講了很多遍 你從來不相信 剛剛才講過問你這函數教什麼 你講不出來啊 這個函數教 教 如果這個極限存在 我們就說這個函數是 可為 當然 當然 那我可以 那函數就叫做可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現在有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你釐清了沒 我是幫你做整理 OK 所以這是一個真正的複習 如果這個極限存在的話 該函數叫做 可為 細膩一點是在該點叫做可 為 該極限叫做該 函數 最主要是函數 該函數 最主要是函數 在該點的 derivative 極限被稱為derivative 函數叫做 可為 可為 還有兩個專要有名詞 OK 懂我現在講了 函數叫 可為 極限叫 derivative 誰有derivative是函數有derivative 所以這個極限是函數的 OK 不是點的 只是在該點 白的位 這個極限是誰的極限 割線的 斜率的 極限 事實上你要背這麼多 所以呢 你不是一次背完 你要分層次去 再去把它複習 OK 是割線的斜率的極限 你討論的極限是這個詞 割線的斜率的極限 如果你這個東西一直忘 那函數叫可為 該極限叫derivative 自己再多背幾次 Anyway 這個是死的 OK 講完就是講完了 還有呢 但是呢 因為詞句是用英文的 到時候人家要求什麼 如果你不懂這些詞句 沒搞頭 get over OK and 這個還沒有講完 and is denoted by 這個主詞是it it is 那因為是用and 所以這個詞句沒有完 還在繼續延伸當中 一開始的主詞是it it it是the limit the limit是 割線的斜率的極限 然後這個極限如果存在呢 它叫做derivative 同時呢 is denoted denoted是繼承 and is denoted by 也就是說後來我們懶得 割線的斜率的極限 OK這個東西後來就被寄成f' 所以你們當初不知道為什麼寫微分 這個是它正式正式正式的定義 f' 是代表的就是在該點割線的斜率的極限 如果你當初這邊是c 你之前要寫f' c 然後這個點可以隨著改變 OK 但什麼時候你有這個點的值 那就是割線在該點割線的斜率的極限要 存在 如果不存在那就沒有f'c這個點 OK 所以這個地方呢 是不是它也不是考慮一個點 它考慮所有的點 OK 然後有的話我就把它寄成f'c 所以請問你f'c是什麼東西 是在該點割線的斜率的極限 OK 那數學就是limit hb到0 f'c加h-c除上h 對就是那樣 好背好的同學背好了 好 好 那 同 那個 這個叫做一個點 那 這個 那底下就是一個集合 那 we say that 這個f呢 那底下就是上次已經 已經學會了一個講法 is differentiable ok 後來我們只想寫前三個 所以differentiable是你要自己背下 他會寫diff on這個interval 或on the set on the interval 或on the set i 我們說過它 我們說它在這個集合i上是可為的 ok 那剛剛那個定義是說一個點可為 那意思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它在這個集合上的每一點上皆可為 就是跟連續是講的是一樣 當你講它在集合上可為 集合是由點所構造出來 所以只要你定義點那你就可以定義集合 那這就是if it就是這個函數f if is 什麼 英文 以前叫做continuous 現在叫做differentiable 幹嘛 at 課句你怎麼背的 every 我覺得你們定義真的背的不好 就是我非常不高興的地方 如果別班不是我教的定義背不好 我可以原諒 在這一班我們每堂課都在跟你講 你的定義要背 你的定理要背 為什麼到現在 沒有一點效果呢 沒有一點效果呢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為什麼覺得 我不是非常高興的地方是 如果今天你不是我教的學生 也就罷了 因為你不知道 可是呢我每堂課都在講的事情 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有做完 你覺得我該怎麼樣來的 我應該怎麼樣 不管你們了是嗎 還是怎麼樣 可是如果我要care你 我就真的很不高興 因為我看不到效率啊 所以不是我要發脾氣 而是真的讓我很火大 這些事情講過 我覺得你要不要把那個論文再挑出來看 總共可能在課堂上 把我講過三十二三十次了 如果今天你是在工作場合上 你早就被fire了 人家早就不要你了 這種人太難訓練了 我覺得你們還會去考好看我寫的那兩篇文章 你就可以知道 你們這樣的學習態度是不 不行了你們把學校當成家庭 自己的家裡是不對的 你把老師當成跟父母來對待是錯的 你們的應對方式不對 你們的學習方式不對 這是即將出社會前的訓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不再是以三年為一期 而是以一個學期一個學期為一期的了 OK 你顯然步調跟不上 OK 你很拖拉 Anyway 為什麼你會拖拉呢 我不知道 at every point of 這個敘述已經講 講過了 不會有人要再講第二次 你要不要翻翻那個continue的時候 怎麼定義那個四句是完全移 一樣的太慢 學習速度太慢加快 OK every point of i 而這個是死的東西 又不是活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很懂你們 OK 所以你們的那個評估系統出問題 什麼該抓住什麼不該抓住 OK 你們感覺不出來 而死的東西就是你記住你照做就沒問題 可是不願意 OK anyway 你們再看看好了 OK 那這就叫做他 請說一次 講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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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在 i上可為 那就是說 他在i上的每一點都 可為 都可為 都可為 好 anyway 那 好現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 remark OK 我們事實上呢有了函數f 後來我們引進了一個新的函數叫f' 所以f'就是derivative of f 這個極限叫做derivative 繼承f' 那換句說f'就叫做derivative 所以他練成derivative of f 但是你不能只說derivative 因為他是因f而產生出來的 你講derivative不是一個正確的詞句 OK 你要講derivative of f OK 他不會單獨存在的 好 所以你有一個f 你就有derivative of f 那他的符號就叫f' 念成derivative of f 就是為什麼這邊有一個f OK 然後呢 這是一個函數 所以竟然如此 我可以考慮這個函數的定義 跟這個函數的定義 那那個定義那個名稱 我們在課堂上已經借過 就是domain的前三個字幕 這是 這是 這個函數f的domain 也就是他的定義 domain是他的英文名字 OK 中文是翻成定義 同樣那裡我可以考慮這個derivative of f 他的定義域 他的domain 好 我想請問你 這是一個集合 這是一個集合 這兩個集合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關係? 有 有 怎麼樣的關係? 左邊的方法 這個大還這個大? 左邊的方法 這個大為什麼? 正確答案但是為什麼? OK 反而為 你講不出答案的同學 這就是我在跟你講 你的學習有問題 你真的是在聽 否則你真的能夠做推導 你能做推導 因為你心中有東西 你知道我剛剛在做什麼 依我做的方式 你會告訴我答案 為什麼? 這些同學也是心學的 他也是依我在講 為什麼他能夠講得出來? 因為那個東西在他心中裡頭 可是他不在你心中裡頭 所以當他講出答案的時候 你會覺得對對對 但問題這個不夠啊 考試的時候你怎麼辦呢? 所以這就是效率問題 你不是來學習 你是來聽的 OK 我不是在這邊表演唱一首歌 讓你聽的 OK 你也不是來聽我唱什麼 你是來學 我告訴你你要學的 好解釋一下 那個同學 為什麼他比較大? 因為如果前面 前面Apple裡面 沒有這個定義的話 就是沒有這個定義率的話 那後面就不會有 基本上你可以 但問題是你的 你的那個東西就是 你的問題就是你在總結我 剛剛在講的過程中的時候 你沒有挑到最重要的地方來講 他講得不好 誰幫他補充一下? 但他 他講得不好 也就是他總結的那個能力 他的那個能力還不夠 但他聽進去了 他回答了 為什麼他大他小? 我相信很多同學知道他大 但是問題我問你為什麼他大? 注意 追求的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不是答案 這個答案如果 就像我剛剛在 一直在跟你講的 你就說這樣的話切線 我跟你講 你跟電腦講 你就這樣做 沒有人會這樣做 因為電腦沒有辦法 因為你講這樣做 他這樣做 你必須告訴電腦 如何做 OK 所以你抓到一個最後的答案 在我們就高中以前可以 就大學來講一點都不OK 因為人家不是問你答案多少 人家是問你為什麼得到那個答案 懂我在講什麼? 所以你要嘗試去解決 因為你寫證明的東西 這個東西會用上 這個訓練會用上 如果你不 從來不參與 你就會發現你很慘 真的班上是有些人很慘 OK 有些人很好 但是現在就是兩級 真的很兩級 所以後面同學要趕快的進入狀況 他們跟你一起來的 OK 並沒有他們下課去補習喔 為什麼 因為當中我們挑出來 就是在他的定義域挑 一個點 一個當中我是在圖形上挑一點 所以我是在定義域上挑 一個點出來 我討論 在 在 在一點合格線的斜率的極限 存 在 你存不存在的問題 然後這個是存在的 我就說他有F' 所以這個是該點的 割線的斜率存在的那些點 我從這裡挑 挑什麼 挑 他的割線的斜率的極限 存在的那些點 所以當然他包含於他 這在過程中 這個概念 是因為那個討論的東西 延伸出來的 我無法證 可是呢你說他為什麼對 可解釋 因為你做了什麼事 所以依你剛剛的內容呢 我可以問你很多的問題 如果你都回答了出來 那叫做你剛剛真的 懂 學懂了 而且能用 所以Domain of這個f'呢 事實上它會包含 在Domain of這個f 可以等也可以不等 這是第一個remark 所以這是一個備註 從剛剛的過程當中 我們自然延伸出這個概念 這是基本概念 第二個是 包含或等 但一般來講 我們過去學的時候 包含就是包含或等 等於 OK 還有 這個數這樣寫的時候 如果 一般來講就是它已經成 成立 這是一個數 對吧 這個數 它有它的意義 什麼意義 當然它的定義是割線的斜率的極 極限 我不要那個 它在圖形上的意義 當初我們是圖形上討出來的 所以這個問題回來要回到圖形上來講 它是 就圖形上來講 它是 斜線 不行 該點 的 切線 的 斜率 否則你這個s講不講 OK 所以是 the 切線的斜率是slope of the tension line of 誰有切線 是圖 圖形 所以這個寫出來的詞句 非常的 長 如果你有字出國的話 這個時候都是在幫你訓練你的 英文 of the graph 是圖形在 那 那個地點永遠是倒裝 of the 是函數的圖形 那當你講圖形的時候 你都要加上一個y的f 這是傳統上的表法 好 所以在我目前我寫 我寫的是這個函數的圖形的切線的斜率 還沒有寫完 最後還 最後才是地點 在那一個點 哪一個點 因為你講的是圖形 所以是xf of x 不是x 是這樣的 這是它整個正確的細節 好這一點基本上我講完了 底下就是問你這個函數 我給你函數 我給你一個點 問可不可為 就是說你就是執行這個定義本身的問題 show that 所以底下你如果要問我內容內容已完 底下就是執行的問題了 概念講完了 ok 所以這個問題呢你必須要自己能判斷 如果你呢 你能判斷到你表是剛剛你所學的 真的學懂了 ok 如果你不能判斷你剛剛的學習還是有問題 你要去想問題處在哪裡 show that f of s 等於 s 平方 這個函數夠簡單 ok is differentiable 這個時數 同時呢 因為它在r上處處可為 ok 所以呢我可以問它的derivative 這個函數 the derivative at prime of x 它要你正等於 你說多少 2x 2s 2s是你知道的答案 ok 現在是要你推正 為什麼是2s 所以by the way 我要你正它在r上處處可為 我要你正那個該點的derivative是2x 三分鐘給你 好by the way 這個這個是技巧性問題 我的頭要幫你先幫你整理一下 它要你正在r上可為 根據定義你是要正在r上的每一點上都可為 有多少點 無限多點 所以你希望你做一個點就做完所有的點 所以一開始你會從那裡取出一個任意點 點 所以我令 那個任意點叫做 一般來講叫做x 在哪裡的任意點 所以這個地方的意思就是 我一開始我令x是r上的任意點 這一點做完所有的點就做完 就叫做我正完在r上可為 像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它有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 它的第一句話一定是寫 我在r上取一個任意點 所以懂我在講的時候 這個中文就是我在r上取一個那一點 如果你沒有這句話 你將沒有辦法正到整個的r都可為 所以這個是題目上 所以使得你從所求想起 在r上的話 那任意點上都要可為 所以一開始要設一個可為的點 再去正它在該點可 可為 這句話不能審 雖然它非常的小 可是它不能審 否則你就會發現 你在後來寫的時候 寫不清楚 這是r上那一點 我要正這個函數在該點可 可為 對吧 題目說的 好 可為是一個數學最有名字 非生活經驗 這時候你想生活通通錯誤 你在過活不是在做數學 它要正數學上的可為 生活裡頭沒有可為一詞 ok 所以這時候你要想的是 可為在數學是什麼意思 請問你 你要正它可為正什麼 剛剛你背的那個東西 它在該點的 極限的極限是 存在 所以第一個你要去算 你要把割線的極律寫出來 你要對它求極限 最後你要發現它存 存在 存在叫可為 那不存在呢 那就叫不可為啊 只有存在跟不存在兩個字啊 ok 就是not differentiable 好所以底下我要去算 割線的極律的極 就是定義保證的 所以那個定義你一講完 一千億萬個例子都是如此做的 你要不要做幾個 那隨便你高興 可是正可為就是正那件事情 割線的極律的極限 存在 就已經講完了 要不要例子不重要了 是你會不會用而已 這就是我在跟你講 你到底有沒有聽進去 好 所以 這個 我要去算割線的極律極限 所以limit對吧 hb到0 好 割線的極律極限 那就是y差值除上 x值 哪兩個y差值 一個代s加 h一個代s 這在過程當中一直在記的對吧 所以還是沿用到尺 ok 所以呢函數現在是誰 s平方代入 我要求他s加h 你剛剛才講過啊 代入s加h 所以就得 s加h的平方 這個就是對應到那個什麼 這一個東西 那現在你剛剛為什麼指的這個不代入 我剛剛無法代入啊 因為這是任意函數啊 那個是既定函數啊 所以我在這時候我當然就代入啦 ok 減掉 s平方 s平方 除上h 我就是要去算這個極限 ok 如果 然後呢我們在證明他存在 事實上 你怎麼證明他存在 事實上是透過把他算 算出來 所以事實上你的答案會 2s會直接出來 你再說他存 存在 或者你說他20 你再說他可 可微 事實上你會先把他算出來 什麼叫做存在 就是算出來嘛 所以事實上文字跟在過程當中呢 事實上是透過算出來正可微的 所以我要去算這個 好 這個部分是定義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不會化解 你會把他原始形式列在這裡 然後底下是 就他去做化解 然後最後把他給算出來 好 分子得 這個地方有三項 ok 跟這項對 消 剩兩項得 2s h 加h平方 除上h 所以你的化解功夫 因為課堂上一直有在用 不會生鏽 不會生鏽的 ok 然後呢 這時候還可以再化解 對吧 ok 上下個圖 h 所以會得到 2x 加h 然後還可以再化嗎 不行了 那應該是要去算了對吧 然後你怎麼算 為什麼 你用什麼算 極限的 極限的 四折 注意 你過程中要一直記得你學過什麼 所以這個逼到 那我 因為這是我最後算的部分 不是我主考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寫上 允許比較減 簡單一點 這個逼到 2x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0啊 因為他跟h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的變數是 h s是一開始我固定的一個 數 任意數 他被我固定了 可是一固定就不再 變化了 我現在的變數是h h h在動 s從來沒有動過 從剛剛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動 動過 ok 這個逼到 0 所以這個結論等於 2x加0 2x加0 根據定理得到極限箱 加 所以等於 x 那這個極限 所以後來呢 結論怎麼寫 對 對 對 嗯 就寫推得也可以 所以或寫 so 這個函數f 什麼 is differentiable on r 你可以直接寫onr了 ok 你寫at x 但是還沒有證出全部 你要想 and 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的極限已經存 你寫2x就是在寫它存 存在 同時f'等於多少 2x 為什麼 為什麼 錯 你的解釋又是在生活裡頭 不是用數學回答 為什麼 所以你的回答一定不理數學 因為f'在當初的定義就是定義成該 該極 極限 這是該極限 你算出來等於 2x 這是定義保證的 不是你講的 這個就是表示該極限 我們後來計成f' of x 等於2x 這是當初他說 我就把那個極限定義成f' of x 這是定義 所以它的論證其實都不是你用感覺的 它有它的道理 ok 所以它你如果要這樣說 數學其實真的很死 因為它是在既有的架構下去做論證的 但是你如果沒有架構 那你就很慘很慘 那你不是 你就離開了它 你再怎麼唸都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為你不是在唸數學 好anyway 這個例子 所以呢 我隨便給你例子 就這樣去做就對了 所以你會做這個例子 你會做成千上萬個例子 只不過在算的過程當中好算跟不 好算 但是算的東西就是這個東西了 好 by the way 那個 那再給你一個例子 假設f of x 是x的絕對值 我要你證 它在零點 不可為 不可為 請證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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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零點的割線的斜 綠的極線 你要很快的唸出來 你越唸越多越快 你就會發現 好了我不用回家唸了 我真的唸了 因為你隨時問我隨時會 對 ok 不 不存在 好 然後呢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 絕對值 所以我需要把它給畫出來 這個是x 如果x大於等於0 這是-x 如果x小於等於0 好 這只是為了方便解釋 這句話寫不寫不 這個東西寫不寫 依個人感受 依個人習慣 ok我真的要算是在該點個線的斜率的幾 極線 所以我要去算limit hb到0 個線的斜率的極線 那是y差值除上 x差值 好 所以我要對它取f of s加 h 好 多少 抱歉 在0點 所以是0加h 對很好 f of 在0點個線的斜率的極線 所以我要算是f of 0加h h那是h 對吧 因為你不會寫0加h 你會寫h 好 那多少 x的絕對值 然後你怎麼算 你絕對不會用s的絕對值來算的東西 也就是為什麼你需要碰到你都會把它寫出來 ok你就會發現它的曲值不一樣 所以你得分h為正跟h為負 否則x的絕對值你算不出來 你算不出來你就沒辦法算 所以這時候我把它拆成h 但如果你取h為正 那它的極線就不是hb到0 而是hb到0正 任何時候你加條件你的原來東西必被改變 所以呢這個地方呢 h為正代入就是h 把x代 所以就是h間 f of 0 0代進去是0除上h 這個是定義當初的分母 等於1 然後呢 再來呢 limit hb到0負 然後 則f of h在這時候是多少 負h 因為h為負 是代表這裡 減掉多少 0 還是f of 0 除上h h 所以算出來答案是-1 然後呢 再來 因為左極線不等於右極線 左極線你不會寫這個 左極線你算出來就是-1 一個是1 所以因為1 不等於-1 這句話就是在想 大家不會再寫左極線右極線了 對吧 這上次已經說過 所以幹嘛 所以 limit hb到0 哪個極線 f of 這時候我只能寫f of 我不能寫它 我也不能寫它 所以我只能用它的標準形式來寫 很好 f of h 減掉 f of 0 除上h 對這時候我只能寫它的標準 我不能用它也不能用它 它怎麼樣 不存在 在寫 doesn't exist 然後呢 寫完了沒 還沒 然後會推的 f is not differentiable at 0 就是這樣 其實你正可為跟不正可為是讓你發現在做同樣的事情 只是在處理過程中有它的技巧 這個地方注意一下 可能不能解說為什麼它不可為 你看圖形 這是y等於s的絕對值對吧 在0點的時候你發現它是兩條直線相交 所以當你h在這裡的時候它的割線永遠都是這 這個 它跟當你h取成正的時候對應的這個點 在我們當初不是考慮這個點跟該點嗎 連線嗎 就是它的割線就是它自己本身所在的那條圖形 然後呢原來的割線如果取在這裡 然後你的割線就是這條線 所以當你讓h必到0的發現 你發現這個割線有沒有極限 沒有 沒有 因為它不是它就是它 這個割線事實上本身不會有極限 然後呢割線的斜率當然也不會有極限 因為這些割線 所以你有多少條割線 很多條割線 有一個h就有一個割線 所以你有好多條割線 通通都是這一條 跟通通都是這 一條 同意吧 你只有一條割線還是很多條割線啊 很多條每個h 只不過你做出來割線是同一條 但是這些割線要取極限 你發現一大堆人在這裡 一大堆人在這裡 那請問你最後它到哪裡去了 誰也不到 所以從圖形上你就已經發現割線的極限不存在 或者你說割線的斜率 那一個是1一個是負1 你有一大堆1 一大堆負1 那1跟負1 總而言之它不可能 不可能屈性到哪裡 OK 所以你會發現 它在這一點不可為 好 這只是一個例子對吧 你能不能告訴我 從圖形上 我怎麼判斷在該點可為或不可為 這一點為什麼不可為 因為它是一個尖角 尖角的意思就是它兩側有一個角度 所以後來它的割線 兩邊的割線的斜率不會 或者割線不會從 最後不會B 不會那個 那個 那這個點呢 它是 懂我在講什麼 就我在講什麼 所以從這個圖形你可以發現 如果圖形上有肩 肩角 它構造出來的割線的極限就不會存 割線的極限不存在 割線的斜率的極限當然不存在 割線跟割線的斜率是一一對應 所以這個note 如果圖形有尖角 我們不會只做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後來的研究 跟你們在高中的研究方式是很不一樣 我們是從一個例子要去推倒它的精神 跟你們過去是 算十個例子來學一個概念 是完全相反的 我們就看到這個圖形 那我們就發現 哇這圖形只不過是 這一類圖形中的一個 它呈現的事實上就是 圖形在某一點 如果有肩角 那它的割線的極限就不可能存在 否則什麼叫肩角 OK 在某點有肩角 OK 折割線的極限不會存在 那句話我不想選 折這個函數在該點不會 可為 折F在 該點不可為 好 故 F在該點可為 故 諾S在該點可為 對 那它的圖形在該點會怎麼樣 這兩件事情是同樣 只是再換一個話 圖形在該點如何 隔線的極限 哎呦你 人家在這裡你怎麼又在講前面呢 圖形在該點有肩點對吧 隔線的斜率 就不可能有極限 所以它就叫在該點不會可 可為 OK 然後 對吧 這你同意 人家還在往下講 所以你不要離開 離開這個話題 故 故 故就是因此 離開了沒 沒 沒 那就不叫故 故 故 如果 F在該點可為 則圖形在該點 則圖形在 該點 該點如何 你不會說沒有尖角 好你不會說沒有尖角 沒有尖角是什麼意思 沒有尖角是很直接放進去 但是你不會 圖形你不會講沒有尖角 因為你不會用這個詞 沒有尖角再換 會 沒有尖角那圖形叫什麼 就是圓滑 對啊 也不用講你自己回答出答案 難道你要講沒有尖角 你絕對不會用這個詞句來形容 沒有尖角 圖形沒有尖角 圖形沒有尖角 圖形沒有尖角就是它 則圖形在該點會 怎麼樣 會 圓 反過來圖形在該點圓滑 則函數必 可為 這都是隨著隨地亂轉 所以可為在圖形上 後來有它必然存在的意思 好 那至於 哇賽 我時間實在是又不太夠 好吧 最後一個例子了 這個find a prime of e given by 這個例子跟剛剛寫的例子很像 Anyway s平方 s小於等於1 2s減1 s大於1 OK given by這個函數 同時呢 我要找該點的切線 and the tangent line OK 點點點我寫簡單一點在 1f1這一點 好這個題目我要是 找f prime e 同時呢 我要你把該點對應的切線 給寫出來 所以有兩個條件 find f prime e 跟find tangent line 請快點 好正什麼 先在想法上求統合再開始做 正什麼 主委你會發現我每個問題都會問正什麼 如果你自己也就是說你在做題目的時候 不管是習題考試的時候 你第一個題目你看完題目之後 你要問你自己一句話你正什麼 這句話不是我自己在這邊想是 這是一個在數學上你解題 不管是數學也好 你一定是從所求想起 所以你一定會問你正什麼 因為正什麼這時候會把 這句話會把你引導到所求去 不會讓你匆匆忙忙就開始在做題目 會讓你離開題目的假設 OK不會在挑設上拘泥 因為正什麼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能夠回答他 那這時候不是在問你條件是什麼 是在問你你要做什麼 那你一定會去看他要求什麼 OK所以這句話我每次都會問你 OK我不知道你聽煩了沒 但是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解題的時候第一句問你自己 看完題目第一個不是動走去講 而是問你自己這句話你做什麼 OK正什麼 在哪一點 1那一點 如果沒有講1這個題目的1你沒看到 1那一點的割線的 血律的極限存在 Alright 然後你才開始去做 你就不會做錯 我不管你題目給我什麼 跟題目無關 因為那個是 我在換一個題目也是做這個 跟題目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如果沒有養成這個問題 老是從所求想 老是從條件想起 你會非常的辛苦 而且就這樣的是 拿不到分啊 OK這才叫慘 好所以我要去算割線的斜率的極限 在哪一點算 在1那一點算 然後你發現好我就要去算發現 你發現這個函數他在1的時候 剛好切割成兩部分對吧 所以換句話說呢 當你帶直進去的時候 有的比1大 有的比1小 所以你發現你帶直的時候 必須分兩 兩種 所以你要分為H大於0 跟H小於0 所以事實上這個題目跟那個題目 是1一樣的 所以你要算左極限 你要算右極限 對嗎 還要我算嗎 好啊快一點 HB高0正 好 f of多少 e加 都是用e加h 不會騙成e-h e加h代入哪一個 上次代e加h 還是下次代e加h 你自己要去決定 這個是你的問題 你代入的時候 這部分我沒辦法幫你 你自己要決定 是上次代e加h 還是下次代e加h 這是唯一的 現在e加h 是唯一大於1還小於1 好吧 那代上還代下 下 好兩倍的 H代 e加h 所以-1 除 除 h 還要想什麼 像分母是不用想的 分子還沒減 還沒有減 還沒減 還要代e e是多少 e e 對 -1 幹嘛 還沒有減 好吧你看我現在糊塗了 好吧好吧 你看 可是頭腦清楚的還是有 再減 1 然後另外一個是Limit Hb到 0 負 好 這邊要代入 1加 h 1加h還是1-h 1加h 1加h 可是這時候 1加h 小於1還大於1 小於1 所以是代入 這裡 所以是1加h的平方 減 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所以你剛剛減多少 這邊減 多少 分母還是除 h 好你算出來答案多少 2 2 答案是2 所以f'2是等於 2 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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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快 切線 快 過哪一點 e 過哪一點 e e f'1 e f'1剛剛已經算出來 是1了 所以你是過1 1這一點 斜率多少 2 所以這時候你要計算 所以呢 我會點斜式 所以是y-1 除上s-1 等於2 這是點斜式啊 過那一點的斜率啊 解等於2 因為這樣 所以你就把它再算出來 最後你要得到一個 一元一次方 方程式 點點點 OK 題 我們考到這一節 因為這一節的體材 比極限的還容易 不考你吃虧 如果一上delta一出來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樣 但這個東西是死的 所以呢這一節 考這一節對你來講是好的 好吧 就考到這一節 By the way 題目當然不出你所料 都是正 名題喔 一邊 有意思 都不見 啊 有意思 有意思